发言人 各位长官 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好 中选会谨就第16任总统副总统 及第11届的立法委员选举的选务工作筹办情形 向大家做一个报告 明年的两项选举是定在113年的1月13号来举行投票 投票时间是当天的上午八十到下午的四十 将选出总统副总统以及立法委员113席 选举人数预估有1900多万人 依照本会所定的选务工作日程 我们是在12月5号来公告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名单 也将在明年的1月2号来公告立法委员的候选人名单 这次的选举我们在全国将开设17795个投开票所 投开票所工作人员的设置数为241741人 所需的经费大概是26亿4700多万 为了使选举人能够更加便利 以及迅速的行使选举权 我们规定的在每一个投票所会设置6个 这个劝票处的一个遮品 也将按照选举的种类 总统区域以及部分区的政党选举设置3个投票轨 这次的候选人登记总共有3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来办理一个登记 立法委员的选举的部分有315席登记为区域立法委员 另外平地原住民及三地原住民各有10人登记 全国部分区总共有16个政党登记的候选人数有178人 依照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规定 那本会已经在12月5号上网公告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财产申报 也预计在明天上网公告立法委员候选人的财产申报情形 针对这次的选举 那中选会也特别针对整个开票作业 以及填写投开票报告表的一个作业 采取了一些进进作为 那进进的措施包括办理主任管理员 及主任监察员的一个专职讲席 那讲席的时候也纳入了实地的投开票的一个演练 以及填写投开票作业的一个作业的一个演练 另外也修正了工作人员的一个工作手册 并且制作了整个投开票程序的一个动画教材 来加强宣导 那为了使投开票手工作人员的工作智能能够提升 那本会这次办理的投开票手工作人员 总共有1318场次 也办理了主任管理员跟主任监察员 347场次的一个讲席 那这次选拔法的修正 增列了AI生畏影音的一个处理规范 依据选拔法的一个规定 凡经警察机关见识判断有这个深度伪造的可能性的时候 如果广播电视事业或是网际网路平台 为依候选人的请求停止刊播 移除限制或是下架该AI生畏影音的话 选拔法是有一个处罚的一个规范 那中选会也会依规定做后续的一个处理 针对错假讯息 那本会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 也会依循行政院快对准三大原则 来做一个及时澄清 另外为了做一个及时性的一个澄清 本会也与Meta 9 TikTok以及Google四大平台 建立了一个直接通报的一个管道 以及使能够对针对这个错假讯息 能够做一个及时澄清回应 有关选举监察的一个讲席 各县市选举委员会已经征聘监察小组委员 在以便在各地分区执行监察职务 为了使监察人员能够熟知各种选举监察的一个规定 本会已经举办了五场次的选举监察事务的一个研席会 那为了使选举人能够更加认识候选人的相关的一个施政的理念 或者是他的证件 那针对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那本会将举办三场次 以及一场次的副总统这个候选人的电视证件发表会 针对立法委员选举的部分 我们也会办理三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 以及全国不分区的选举各一场的电视证件发表会 另外各地的选举委员会也会办理区 也会针对区域的立法委员选举 办理这个电视证件发表会 那以上报告 谢谢蔡处长 接下来请内政部警政署方阳宁警政委员说明治安维护工作报告 林发言人 在场各位首长 还有在场各位媒体女士先生 那内政部就本次选举秉持依法行政 安全平顺的原则 务求做到投票前平安 投票日平顺 以及开票后平稳 三个安全维护的目标 下一页 警察机关为了强化候选人各事为安 全力以赴针对候选人 住居所及服务处所 还有 逆临场所 选举造势活动 车行扫街 途步拜票 还有上下车点的安全维护 作为我们的重点维安工作 那落实期前会刊 场地安检 以及严密的勤务部署 务求安全维护周延完备 为了确保本次选举的公平 警察机关全面查气妨碍选举的各类步法 那致重点在 一加强查查汇选步法 二 管局务复《指定格出党之宿主论》 第一 针对扼准信息迅速脱储 第二 积极防止境外势力以及不法金流介入选举 第三 针对扼假讯息迅速脱储 茶器黑腔 务求落实选前进化社会治安的安全维护工作 秉持犯罪零龙忍 向下刨根向上溯源 务求除恶物禁 以安定社会民心 选务安全的工作 由选间检警密切合作 投开票前 由警察人员协助警戒保管及附送选票 到各投票所 投开票期间 由主任管理员指挥选务及警卫人员 维持投开票所的秩序 欲有妨碍及干扰投开票的行为 警卫人员及机动事故处理组的人员 采取积极的反制 迅速会同选间人员依法处置 报警检察官依法征办 透过选间检警的密切合作 确保选务工作平顺平稳 那投开票完毕之后 警察人员要协助附送选票到各选务中心 来保管警戒 持续掌握选后的资安 直到恢复平稳为止 以上 谢谢方委员 接下来请法务部检察司 郭永发司长说明选前 秘籍查会作为报告 主持人您发言人 以及各位长官 各位在场的媒体朋友大家好 法务部针对这个秘籍查会作为 提出了四项的一个方法以及手段 第一个包括统合战力 首先在统合战力部分 最高检统合了检警调理移民各查查机关 结合选务护证等机关权力的投入查查会训工作 建立以检察署为核心的选举查查团队 警察官全面备战 备战选举投票当天 全部的检察官均倒数待命 以应付突发的各种状况 在掌握情组方面 地检署的08000-024-099 检举专线二小时前天后专人接听 地检署的情织由主任检察官 或者检察官统一的分析 在妨碍选举案件的部分 选择数真数捷 目前已经已起诉的有15件 已经拘押的有40轮 再有关于这一个强力查契的部分 汇选部分的查计 连署行为拘押到目前拘押35人 查扩的这个有230万余演的不法首得 汇选份案总共有550件 681人起诉2件1人 选举假讯息的查计部分 受理总共116件 140人起诉2件1人 境外势力借选的部分的查计 反渗透法分案17件29人 境外资金借选的部分分案37件96人 有关选举赌盘的部分 受理783件 688人起诉8件6人 拘押5人 查扩2750万元的不法首得 而在于这个113年 就是今年的选举查查的 这个拘押的总人数 到目前为止是40人 比较109年的中央选举 拘押人数高达有5倍之多 那本部以这个案件 援查述办事实发布新闻 宣导选举奖金的一个方式 希望能够顺利的完成 今年本次选举的查查任务工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